又來到Z世代大人的時間啦 來到年尾,Samsung繼續有新機上市 今次這部是主打入門手機市場的Galaxy A12 讓我們一齊來看看 Samsung Galaxy A12 採用了6.5 吋 Hi-Den Plus Infinity V 全屏幕 畫面銳利和清晰 手機處理器方面就使用了聯發科 6765 8核心的處理器 內置4GB的記憶體和64GB的儲存空間 預載Android 10 作業系統 入門手機來說都算不差啦 Galaxy A12 其中一個賣點是手機後鏡的四鏡頭 包括4800萬像素的主鏡頭 500萬像素的超廣角鏡頭 和200萬像素的微距和景深鏡頭 配合前鏡的800萬像素自拍鏡頭 無論拍風景、日常事物、人像 甚至是自拍都有差不多的水準 Galaxy A12 使用了真三卡槽設計 可以同時放兩張Nano SIM 加一張Micro SD 卡 支援4G雙卡雙待 而電池的用量就是5000mAh 支援15W的快速充電 絕對夠用啦 外形方面 手機背面就使用了流線型的設計 提供手握感和視覺上的虛色感 顏色就有黑、白、藍三種顏色 黑色已經在12月11日率先上市 而白色和藍色就會在稍後時間上市 香港的賣價是1398元 希望你喜歡我今次的介紹 記得訂閱我們MEMO的Facebook專頁 和Youtube頻道 和Alfred Mac的Facebook專頁 今集先說到這麼多 拜拜 拜拜